大家好,我是Jaseline 今天我要分享我做月饼的时候 坚持只选用新鲜的咸鸭蛋 有试过用市售冷冻的咸蛋黄来做月饼 但做出来的月饼效果不太好 家人都说冷冻蛋黄的口感和味道 没新鲜咸蛋黄来的香 这也造成月饼做出来没那么好吃 新鲜的咸鸭蛋处理的程序是比较多的 需要去黑泥,拨蛋壳 然后还要把蛋黄与蛋白分开得干干净净的 因为程序繁多,冷冻蛋黄也很容易就可以买到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直接买冷冻蛋黄 省时又省力 你们做月饼用的是市售的冷冻咸蛋黄 还是新鲜的咸鸭蛋呢?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要点赞,订阅及分享哦 我是Jeseline 谢谢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